好,那第一次啟動以後呢 現在Maze的設定環境預設都是這種暗色系 Dark 那因為操作 這個其實對視覺上來講 其實你看起來不太清楚 所以我會做一下修正 那一樣的其實所有的軟體 不管你用Photoshop 用Apple Effect Maya Maze 或其他的任何軟體 啟動的第一件事情 你剛開始用的第一件事情 其實是要去做 Preference的環境設定 好 那 等一下先把這個關掉 那在做Preference環境設定之前 我先設定這個我們的界面的色調 界面的色調的設定呢 就是從Customize 客製化 客製化的User Interface 好 跟 預設的界面切換器 這一個選項進來 好 那這邊當然就有預設的Set 你要Maze還是要用它的Design的形式 DesignMental Rate 其實它有設定了一些 預設形態 那你就不要動左邊 我們只要選右邊就好 切到這一個 M1 Light 它會變成淺灰色 好 那整個是 那個畫面它會重新做更替 好 然後就會變淺灰色的界面 淺灰色的界面在 操作視覺上比較清楚一點點 你會比較容易看到 我在做什麼操作 所以我平常 上課會使用這個畫面 好 好 OK 那這樣子呢 就從這邊 好 這一個選項切過來 切到這一個 那要回去呢 就是這樣子 選Default就回去了 選Default就回去了 好 再來呢 我們就從上面往下走好了 第一個我們操作這個以後的 第二個 是單位 Unit Setup 學校的機器有還原卡 每次都要設定 除非 這台已經被改過 我們看看 點進去以後 會看到一個 Unit Setup的視窗 單位設定視窗 外面不要管它 按第一個按鈕 這個才是真正的設定的位置 預設值 是 一個單位等於1英寸 請你把它改成公分 centimeter 一定要改這個東西 未來你在家裡也請用這個模式在工作 這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 MES的檔案進Unity 輸出的時候 會自動 縮小1% 所以進到Unity 100公分的東西 剛好是1公尺 Unity的單位是公尺 它那個 轉換的過程中 本來就自動會做這件事 所以這裡一定要設公分 好 那 外面這邊要不要動呢 看個人使用習慣 我現在設定是公分 我可以看到的單位是 好 就是 我設單位 公分 可是我想看到的是 英字 美字的單位 可以 這樣很無聊就是了 好 你看到 我現在明明是公分 系統單位 這個bounce應該是公分 可是我可以看到它是 1寸又 1英尺 10又多少多少分之1寸 這沒有意義 好 這個沒有意義 你要看到這個東西沒有意義 所以雖然我請同學做這個設定 請你不要動外面這邊 外面這邊都不要動 維持在這個 好 最底下這個 就是你自己知道是公分就好 這邊不用去切換它 沒有意義 因為這個東西對電腦來 對 電腦來講 它只是一個單位 幫你計算 好 比如說我設在這裡 那我現在的 它馬上會變成 它的尺寸是0.578公尺 那我如果設公分 57.785公分 那跟我沒有設 你多後面那個CM 一點意義都沒有 好 還干擾那個視覺上的問題 所以我建議是 UNI-Stay Up 只設這裡面為公分 外面通通不要動它 這是最安全的操作 當然看工作習慣 因為有些人喜歡看到單位 好 好 因為它是我們 我可以看到 好 我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的